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新竹市政府金副市议会报告108年度总预算案编制情形,诸记处指出,即107年度总预算首度突破200亿元大关后,108年度岁出编列204.3亿余元,岁入为193.7亿余元,其中,资本支出预算46亿元,占岁出总预算22.5%, 创下近十年来新高,将投入市立棒球场新建,新竹渔人码头水环境改善,补助中小学冷气设备等多项重大基础建设,诸记处表示,108年度资本支出46亿元,占岁出总预算22.5%,创下十年以来新高,主要用于改善道路桥梁工程,水利工程,污水下水道工程, 大通瓶景航道及教育建设工程等多项攸关城市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建设,诸记处指出,资本支出项目包括公道三新辟道路工程安置拆迁户购的费3.61亿元, 新竹市东市大排水质净化工程及新竹市龙门镇污水节流工程1.75亿元,新竹市立棒球场新建工程第一期经费1.84亿元,新竹渔人码头水环境改善计划2.53亿元, 与补助中小学冷气设备1.5亿元的降温计划等,诸记处说,逐市的市库并不宽裕, 但市长林志坚上任后以小城大战略思维,积极带领市府团队做好各项市政建设规划, 成功向中央争取超过100亿元经费,让城市脱胎换骨,为市民打造一居幸福的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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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